在今天现场当中呢 很开心的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我们的黄卫科的专员 李慧森 李专员 再次来到杨洁的节目 专员你好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是 我觉得现在 我们的国家在做防疫 我们的新冠肺炎的部分 是真的是很用心 而且我就全民总动员 那无论说中央还是地方 我们都全民一起共同来防疫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防疫 那再来就是在我们登革热的部分 也是很棒 上次其实我们会三专员有说 这个叫诱沙桶 今天也带来现场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说 这个怎么用 好 那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 在我们疫情防疫的部分 那我觉得现在的对于这个 大家吵得蛮凶 就是口罩的问题 当然能不能买得到口罩 还有排队买口罩 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要谈的地方 在我们环保局的业务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在我们的废弃口罩的部分 什么叫废弃口罩呢 就是无数用鬼的口罩 你有戴过的口罩 那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 因为这废弃的口罩 有时候说实在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会看到说在公共区域 有人乱丢 有人就乱丢 还是说他不小心一落掉了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使用过的口罩 该怎么处理呢 还有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定 跟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那个口罩 因为大家都接触到我们人的口罩 对 那些口罩会遗留在口罩上面 所以我们是 黄泡署在这一块 怕 比如说我们要求到医院去 一定要戴口罩 可是像我们最近就一直有陈情案 走出来以后 水口就丢在那个树下 就树下 医院附近吗 附近的树下 认识在学校的门口旁边 对 那这其实造成学校也很大的风险在 因为学校坐在旁边 进进出出的人口也很多 小朋友又多 对 所以而且他在通学步道上 所以我们也就 请我们清洁队员到现场做一个辅导 然后挂一个布条 提醒民众 不要在这边做一个气质 另外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请医院在门口 出入门口的部分 设置一个口罩的专用的 那个垃圾桶 OK 然后提醒民众 你出来以后 你如果真的不想戴 那你就气质在那边 对 那当然现在我们的呼吁 就是说你户外 在民众接触的话 1.5户外是1公尺 对 室内1.5公尺 户外你如果就聚聚在民众的时候 你口罩也是不适合再拿下来丢弃 是 那这部分 那也在提醒我们最新的规定 这种要民众可以提供相片 对 拍照相片 然后时间地点 记录 也交由环保局 我们也会有一个检举的奖金 可以提供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的奖金 对对对对 采取金额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民众可以拍照检举 对对对 那检举的对象是 检举的地方是要向高雄市环保局检举 对对对检举 这可以在线上包括我们的网页 或者是 email 邮寄到我们局的网站 对对对 可是我们民众一定要怎么样确认说这个丢的人是谁 这个部分要怎么检资资料呢 这东西只要把影像推我们会去追踪 当然也有可能追不到 有可能追不到 因为他可能是随机的 然后因为我们通常追的话都会有摩托车 或者是由當地的那個里長 請他就做一個指認 可是如果民眾拍照 有時候只拍到背面 對 就可能沒辦法 背面就可能沒辦法 不夠清楚 對對 可能我們會用 其他的佐證資料去判定 比如說摩托車 摩托車的部分 有車牌我們就看得到 好 OK 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部分雖然說有罰金 不過因為我覺得還是鼓勵大家不要亂丟 真的有時候不要亂丟 如果真的不小心遺漏了 對 就是如果說民眾有看到口罩的話 我們也是建議不要趕快去撿起來 對對對 因為可能前面那個人也有一個 那你可以用夾子去夾 然後再放到垃圾袋 這樣不要親自去接觸 這個就講到一個楊潔生活中的一個小故事 因為像我們平常都會覺得說社區的乾淨跟整潔 是我們喜歡的嘛 所以有時候像楊潔可能來上班啊 還是說可能外出的時候看到路上有垃圾 我覺得就會習慣性就會幫忙撿一下 因為有時候大家是不小心掉了還是怎麼樣 有時候從衣服口袋就掉下去 對對對 那天我就出門的時候看到說 我們社區外面就有人遺落口罩 不知道是亂丟還是遺落啦 本來也想說是不是幫忙撿一下 後來想說不對不對不對 現在在防疫期間 後來我就打消這個念頭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說實在台灣人 有功德心的人是蠻多的 愛護環境的人也是蠻多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今天大家有愛心 如果你看到口罩還是不建議你去撿它啦 對對不要親手光著手套去撿 有一個手套有一個保護措施 然後再去把它清除 是如果社區有清潔人員 他們的裝備比較多 可能麻煩他幫忙清一下 不要輕易的去接觸口罩 因為我覺得無論說是這次的這個新冠肺炎 還是說我們講的流感感冒啊 他都會噴都是由飛沫 或者接觸傳染 都會了 因為你可能摸了之後可能又去 又碰到臉 對啊有時候說不定你沒有馬上去碰 你有可能去碰你的手機啊 然後又間接了 又間接你又摸到你的眼睛 摸到你的嘴巴 所以這有時候你不是第一時間摸 可是你可能之後你會摸到 不小心接觸到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都不是很OK 好當然我覺得那當然在我們的市府的部分 也有希望大家可以怎麼樣處理比較好 除了說我們在自己自身本身的管理 自我管理大家不要亂擔 那在我們其他的公共場合呢 有沒有一個規定說如果大家可能就覺得要丟的話 可以怎麼樣做比較好 像我們現在會在比如說 在比較人群積極的比較多的地方 像捷運站 都會設置一個口罩的專用的氣質桶 像捷運站都會有一個設置 你可以因為口罩一般你沒有確診的話 是一般垃圾 那你如果看到那個口罩專用的垃圾桶 你可以丟那個 不然就你就把它當作一般廢棄物的垃圾 去丟掉 對對 那千萬不要亂丟 因為有些朋友也許你比較謹慎一點 就是你可能再搭乘大眾運輸 因為現在搭乘捷運啊 大眾運輸工具都已經強勢一定要戴口罩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會覺得說 生活比較謹慎 有些朋友會覺得說我剛下捷運 我想說我就更新一下我的口罩 我可以現場丟 也可以有口罩專用的垃圾桶 上面都有標示 ok 好 那請大家可以多利用 就是不要亂丟就對了 好 那當然有一個 對於在防疫的部分也很重要 就是有些朋友也許是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就是他可能在家裡面自我隔離或自我檢疫 這個剛剛還在跟我們專員在聊說 我有朋友最近就是前一陣子的 就是連假之後去墾丁 要自主管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的時候 那我們都會有一個光懷包 包包裡面也會有垃圾袋 那提供給我們的居家隔離者 那居家隔離者這產生的垃圾 因為你還沒有確診 所以是屬於一般廢棄物 那環保署也整個在規劃就是說 現在目前也是這樣子 有甲級的清除業者去幫我們做一個清運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像我們高雄 目前有交給我們清潔隊的數量大概是 因為家裡面他可能有親人他可以代位丟 但是針對有一些他可能是租屋戶 他只有一個人 那他家裡面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丟垃圾的 那需要我們清潔隊去協助清垃圾 那他可以跟我們清潔隊去做一個登記 那登記以後 包括他的那個確認表 現場他做訪事的時候 李幹事做訪事的時候 裡面就有一張表 你可以去填那個需求 交給我們清潔隊 我們清潔隊就會根據他的需求去判定 然後排定時間 然後到時候就會有人來專門收垃圾 但是我們是不進去屋內 所以會有一個點 讓他拿出來到門口那邊丟 然後我們就會受走 那像有一些朋友他們是住 有一些是住公寓 有一些是住大樓 那他居家他不能出來 所以他是放門口嗎 對 放他家 因為他是自主管理 他不能出門 沒錯 所以呢也呼籲 環保署也在呼籲 說你千萬不要出來 對 因為出來的話 就會有涉及到罰款的問題 就有風險了 而且也會影響大家 又有罰款 有麻煩 那你就會放在門口 他會跟你講 清潔隊會跟居家隔離者 講好說你放在哪個位置 然後時間大概幾點 然後你就放在門口 他會進去到門口那邊放在哪 OK 那就 這也是一個變明的方式 因為他真的有那個需要 是 那當然 講到我們高雄目前大概是有兩百多個 那如果現在的頻率大概是一週兩次 一個禮拜 因為他隔離人的數量不多 大概一個禮拜兩次 那如果未來 如果說未來有不好的發展 變成是社區 社區感染 是大量人為的時候 那隔離人數超過的話 那我們會做另外一個方式 會把它統一垃圾收到一個地方集中 然後再尾辦出去 OK 這是後來 就是我們已經有超前部署 也已經都有一個妥善規劃 也讓民眾知道說 不用擔心 廢棄物這一塊 我們會妥善處理 已經有各種方案 然後超前部署 是 就是大家不用擔心 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對策先想好 就是如果真的 比較 我們不想看到就是 整個社區傳染的 這個傳播的現象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想好 怎麼處理 不過到目前的部分 我看我們國家 還是控制的蠻好的 那也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 如果您是在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的話 緊張別當爬爬罩 因為有時候看到那個爬爬罩 真的是 大家會想說 到底是在搞什麼 得叫你沒有爬爬罩 那現在又有很重的罰款 大家不要開玩笑 好 OK 那在我們目前在做這個防疫大隊的一個執行 當然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消毒的工作 像上週很多朋友應該都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有些人很happy 就可能已經悶太久了 所以就會想說出去外面玩 那當然如果你選擇的地方是 真的是真的人很多 就會我們國家有列幾個 十一個景點 十一個景點 我們高雄市也是有幾個地方 也是有幾個地方人很多 那當然如果你有去過這幾個地方 請您還是要自主健康管理一下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是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如何做清潔消毒的部分 那這部分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在 黃泡鼠已經有通力所有 就是針對社區感染有那個跡象 因為民眾在外面 他的病毒殘留有一定時間 他會根據環境的狀況 跟物體的表面都有 都會有那個病毒殘留的情形 那針對所以環保署有通力 所有縣市環保局的人 成立一個叫黃藝大隊 那我們的黃藝大隊有400多人 高雄市的黃藝大隊 機具有100多的部的機具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從3月27號開始啟動 那針對車站 然後大賣場 比如說電影院外面 然後那超商 像Seven 或者是全家前面有一些停留 有一點 像這種地方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執行 消毒 那消毒的對象的話 是針對民眾容易接觸到的 像虎手啊 然後座位啊 然後或者是 常常會有人丟東西的地方 或者會有人不小心 土壇 當然是違規的 我們會做一個 權宜的現場的處理 所以清潔維護會 清潔跟消毒會在一起 就執行 對對對 那我們也鼓勵在這個 這個時候 大家就共同 不要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消毒 但是你還是要保護保持一個 不要 良好習慣就是 不要輕易接觸 然後養成洗手的觀念 對 然後不要去碰你的口鼻 這是我們自己要經常提醒自己 對 就是自我的健康管理 對 就是不要摸摸摸 又自己摸自己的嘴巴啦 鼻子啦 眼睛啦 其實在漂白水 我們戶外清潔也是用漂白水 對 那在漂白水的消毒的作業上 家裡面我們是用500ppm 對 那在戶外的話我們是用1000ppm 那1000ppm的話去做一個消毒 消毒表面 那家裡面其實我們有一些東西 也會用漂白水 是 比如說常接觸的桌子椅子 桌子椅子啊 這種東西 然後家裡面回來 我們又用酒精消毒 酒精也是另外一種的消毒方式 是 OK 那像我們在戶外的這個消毒的工作 我們環保局的同仁怎麼做呢 我們都是用背負式的噴藥 噴霧機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消毒車 消毒機 做大面積 大面積的像路面 有疑似的通報個案的時候 那種路面 它走過的地方是公共場域 我們就會大面積的去做一個消毒 那如果是 那個群聚場域的話 我們是用背負式的做一個清潔 就直接用噴的 對噴在上面 噴一噴就OK了 對對對 那像 這一次在假期期間 像旗津 旗津的老街 對 那旗山的老街 然後像新達港 我們都有做一個 在 因為人潮真的很多 我們就做一個緊急的消毒 是是是 所以在連假的時候 你們也都有工作 對對對 沒有放假 哇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在防疫 防疫的部分 大家還是要幫台灣守住 對沒錯 所以 盡量我覺得還是 在家裡面 對最近當然 我覺得就是在假期的部分 大家難免啊 會覺得好久沒出去玩了 不過我覺得現在全球都在對抗這樣子的一個新冠病毒 我們還是要替台灣守住 是是是 對啦 當然人潮如果真的很多的話 還是盡量不要去 對 我家在屏東 那條路真的 我們要回家 都是塞車 所以說 真人潮真的很多 對齁 好OK來 時間關係 先讓電台進個廣告 等會呢 下個段落 再跟我們現場 我們高雄市 環保局 我們黃衛科 李慧森 專員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來 這屬豆瓶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著 親情 需要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 很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花香文 我們要睡前 念花香文 花香讓自己的完成 卻助 走生 我們的心臟會更平靜 這裡可以免費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怎麼辦 王子的舞會快開始了 我要怎樣才能趕上 先突然啦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喚神咒 07 831 9037 哦 這台是 是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 提供商務服務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轎車 旅車 修理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馬車 更厲害 趕快去舞會吧 祝你有個甜蜜的約會 哇 好 謝謝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車需求 請找全球租車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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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 地方 一切 真主宰 關心 土地 咱 愛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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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地方 快樂 愛 台灣 最快樂的電帶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大家好 很長 很長時間 中途十二點四十三分 你所收聽的是 快樂聯播網 新聞順序 我來節目 我是你的好朋友 楊潔 現場當中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黃衛科 李慧森專員在現場 跟大家聊聊 當然在我們這次 全民總動員 一起來防疫 在防疫的期間 有許多的不便 不過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替台灣守住 我們最後一條防線 希望大家真的對於我們的健康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那對於我們出門在外 也要特別的注意安全 自己的健康的安全也好 所以口罩很重要 對口罩很重要 那口罩 所以上個段落說 口罩不能隨便丟 對對對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還會有罰款的問題 罰款3600到6000 哈哈哈哈 所以口罩不能隨便丟 好 那當然我們講到防疫之外呢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疫情的防疫 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登革熱的防疫 所以今天我們專員帶來這個是我們的蚊子的釉紗筒 其實看起來還蠻簡單的 對結構很簡單 它是有 我覺得有點像就是一個盆子 我們先來講一下它的結構好了 來 當然它的主要結構就是有筒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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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 隔離 那蚊子通常它會殘暖在整個壁上 對 它附著在牆壁然後殘暖 它只要看到有水的地方 它就會去做一個殘暖 那所以我們當初的設計就是 它要在上面塗膠 類似強力膠那種東西 那放上去以後 它只要附在上面殘暖的時候 就會被黏附在 對對對 就會黏附在 所以我們不只是可以計算 它的數量 病媒溫的數量 比如說我在一個社區裡面布施 20個頭 對 那有4個 就是百分 4個就百分之20 是 百分之20 那有 有6個的話 就百分之30 那6個百分之30就對應到布施指數 就是它在算一個病媒溫密度的情形 只要超過百分之病媒溫 布施指數三級以上 就有傳播風險 所以說一個病毒到這個病媒溫密度很高的地方 它就很容易被擴散出去 對對對 所以病媒膚 它在登格熱在傳播的時候 它有一個就是 你它需要媒介 它需要病媒溫做媒介 是 所以我們一直利用這個做工具 來監測病媒 我可以去了解這個社區 它的病媒溫密度高低 那如果很高我趕快就要做防治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監測工具 OK 所以這個幼沙桶齁 其實我覺得也蠻簡單的 那它的水是要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對它 然後因為我們是放在外面 對 所以我們會鑽兩個孔 這樣它水位太高的時候會溢出來 下雨的時候 然後就不會影響到它我們的計算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樣鑽兩個孔 OK 然後蚊子 蚊子 它會從這個洞飛進去 因為它喜歡黑色 陰暗 所以它會鑽這個洞 喔對欸 因為為什麼 我在想說 桶子為什麼要做黑色的 因為它喜歡 陰暗 潮濕 對 那也可以另外再講一個故事 就是 我們未來會有一個 瓦巴基亞的一個 蚊子計畫 對 在國外現在已經都蠻 現在正在規劃中 嗯嗯嗯嗯 那我們去 世界那個蚊子工廠參訪的時候 喔 它的蚊子 桶子 因為是要佈放 對 它的桶子就是白色 啊 它桶子是白色 對 它因為它要讓 帶有瓦巴基亞的蚊子 對 進去 釋放 釋放 殘軟 然後變腫軟 變成蛹 然後變成成蟲 對 成蟲解決 成蟲以後釋放出去 它不要讓它在裡面 哦 所以它桶子要變成白色 OK 就會趕出去 因為它不喜歡白色 哦 是是是 所以就會變成 其實它是一個 它的生長 生長習慣 對對對 蚊子會看到有洞 有水的地方去產卵 嗯嗯 它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說 要清除積水容器 是 它看到水 它需要水去做一個產卵 去孵化幼蟲 嗯嗯 所以它只要一年上去 有找到有水的地方 它一年上去 我們就就可以拿這個紙 去計算它 有幾隻蚊子 然後就去換算出 這個地方的 並免蚊子數高低 OK 第二個是 它如果是公蚊跟母蚊 又代表意義不一樣 哦 公蚊 因為它不用吸血 它比較懶 對 它就 它就在附近 它的機 支生園 它長出來的那個 發育出來的那個地點 支生園 對 容器 可能是容器 可能是什麼 它可能就在附近20公尺 到50公尺 它不會太遠 是是 那如果說 它是母蚊 母蚊要吸血 它會飛很 它會 飛很遠 一天就50公尺 那我們一計算50到100 都有可能 那蚊線上 都有 對 那 它的支生園 就會比較遠一點 哦 所以這都有 它的生物的理論根據 另外就是說 欸 它黏了幾隻 就是說 黏了幾隻 代表那個 支生園的數量多少 比如說 我一個鯉 這個位置 對 抓了很多蚊子 那表示 這附近的 有一個大型的支生園 哦 可能哪個地方 沒有被找出來 對 它可能在積水 對 很多 就在這附近 那其他的就比較少 所以 其實它是一個 很好的監測工具 是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 釉鯊 釉鯊筒的話 目前在 我們環保局的一個監測的狀況當中 像每次 我們出去釉鯊的狀況 都算 你們會 比如說這個地方曾經 有大流行過 你們會去密切去做追蹤 還是說各個裡 你們會分散式的去做不同的追蹤呢 那我跟線上的朋友跟主持人報告 我們現在我們有一個決策小組 市府已經有做一個決策小組 那過去也衛生局在跟衛生局討論不同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根據了過去疫情 就是高雲市過去哪邊病例數比較多 然後過去壁眉文指數高 然後風險值高的位置 我們去篩選了150個里 哦150個里 因為我們不可能全高雲市都布點 這樣也沒有意義 對 那我們 我們會抓熱區 然後高風險的裡別去監測 因為我們用80 2080的理論 就可以去了解 我們只要抓住重要區域 讓他們 監測他們的狀況 那我鎖住這些 其實他的風險值就會 比較降低很多 那如果當我們現在用150個里 像三明是最多 對 三明寧雅前鎮 然後古山左營 OK 都有 主要就是這幾個 是 那過去的病例數 當然是三明是比較多的 那前鎮也是 像前年的前鎮 這是第一例 是 那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會針對比較有風險值的去做監測 那過去監測 超過20% 對 到29 之間的話 那在每年的 每個州的反登革日 我們會要求 區裡 就比如說那個裡要動員做容器減量 OK 你要去 這個指數有點高 你要去把裡內的 積水容器 然後平民觀觀 做一個清理 那另外如果說你超過29% 就達到30了 那風險值已經達到不四三級了 那我們就會請區級動員做社區一個大掃除 OK 說是要做一個大掃除 掃除吧 把張亂點或者一些平民觀觀空屋空地做一個全民性的查核 那如果說你兩次30都降不下來 到第三次的時候 那我們這府級的工作小組就會 投入把各權管機關做一個聯合的大掃當 那最近就有榮成禮 像鳳山的榮成禮 那副市長也就親自到現場做一個試施 那動員理民包括各權管機關做一個大掃當 對對對 像這樣子的一個幼蝦筒 通常你們多久會去把它拿出來看成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看成果了 對對對 因為它有一個週期 像目前我跟各位解釋 我們目前高雄市有三種 三種工具 對 當然人工工具還有一種掃紋 掃紋 掃紋 那是做成文指數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那個容器 總器指數 對 布式指數 那另外這個就是并媒紋指數 并媒紋指數現在是 這種是叫幼砂筒 另外一種叫幼軟筒 幼軟筒 對叫我們過去他們英文叫Ovitrade 那也是現在台南跟國務院 比較常使用 過去文獻比較常用的也是Ovitrade 對 這叫幼軟筒 那另外 衛生局 因為覺得說那個疫情在監測 這個太慢了 那七天 可能我們一個疫情 你等他七天在監測 一個成果 是速度有點慢 因為我們都跟時間賽跑 是的 疫情在登革熱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有一個并媒紋 你沒有抓到的話 嗯 他七天後可能 飛到哪裡去了 都不知道 到哪裡去都有可能 對 所以他用他後來在去年 也是我們全國唯一的一個方式 叫叫高效能補紋燈 高效能補紋燈 就有一點類似我們家的博文燈 但是他是用風扇的 然後用光譜去吸紋 是 然後風扇會抓紋子 那每天他會去計算抓到幾隻紋 哈哈 是每天 每天都可以計算 對對對 所以說其實現在 衛生局的監測工具 這部分也會在我們工作小組去提報 就是說每天在事務在討論 所以說其實事務就是動用各種工具 在兼在防治這個登革熱 那每天像市場 如果你有抓到一隻蚊子 甚至有些地方有抓到一天 你就抓到三隻蚊子 表示那個蚊子的數量是很多的 密度就很高了 那就會通市場管理處 或者是全管機關 他就會趕快去了解現場的原因 到底在哪裡 到底哪邊在長蚊子 對對對 所以他是一天 他的週期就一天 他很快 那一般另外也可以來做為 登革熱防治的成果 就是緊急防治 是 像這樣的 幼蝦桶民眾可以DIY自己做嗎 我是建議說 有禮一個禮的禮長 然後共同來為這個社區 來做佈設 那有興趣的禮 禮長的話 都可以來跟我們環保局接洽 是 透過這邊 然後跟我們聯繫都可以 是 然後我們就會再去瞭解他社區的情形 然後做一個教學也可以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有理 自己來做一個 對 主動的去做 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是啊 好OK 來專員最後補充30秒 來 也希望大家在這段新冠病毒的過期間 對 那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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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關心自己的環境情形 那因為登革熱如果又接觸到新冠病毒 對 那我們高 這是我們高高雄特有的 對 好 比如說過去的宿命 那在這部分的話 也是市長特別一直提醒我們 這高雄可能很難避免兩個兩個病 也是最我們最不想看到的 OK 好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共同來防疫 是是是 今天非常感謝高雄市環保局 黃衛科李慧森專員 謝謝專員 謝謝 謝謝聽朋友收聽 我是楊潔下回見囉 拜拜 拜拜